经历了窗口期中国南篮比赛之后 广东宏远方面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赵瑞、徐杰、周鹏、任俊飞都出现了身体疲劳或者伤病的情况 加上张浩佳和张浩的受伤 广东宏远快要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而杜丰离队后 广东宏远的训练质量也大幅度下降 很多球迷已经开始担心第二个窗口期 杜丰再次前往中国南篮工作 广东宏远状况会更加糟糕 不过根据国际篮联官方公告 中国南篮在2月份的比赛被取消 广东宏远成为了最大的获利球队 同时也将会改变本赛季的争冠走势 其实广东宏远第二阶段表现糟糕之前就有苗头 在全运会之前 杜丰同样无法带队训练 全运会中广东南篮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杜丰在输给山西南篮之后 公开表达了对于球员态度的不满 现实情况广东宏远是受中国南篮比赛影响最大的球队 毕竟杜丰不在 广东宏远的训练质量无法保证 所以球迷都担心就算杜丰现在帮助球队找回状态 到了第二个窗口期又会付诸东流 按照原本的赛程安排 中国南篮将会在2月出战试育赛 这也是CBA为何第二个窗口期长达60天 但随着国际篮联宣布中国南篮2月份的比赛被取消 不出意外CBA窗口期也会缩短 对于一些球队来说 他们原本计划是在这个窗口期引进外援 那么一旦第三阶段提前会打乱这些球队的计划 中国南篮比赛被取消 广东宏远无疑是CBA最大的获利球队 杜丰将会全身新的带队训练 要知道这在过去一年时间都没有出现过 相信杜丰会让广东宏远回到正轨 同时CBA争冠走势肯定会出现改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